A立爆發為期兩日大罷工 工會預計今次罷工將成為多年來規模最大的罷工 在星期三幾千名抗議者在雅典市中心的國會大樓附近聚集 表達他們對新的緊縮措施憤怒 新措施包括增加新的稅項、提高稅收、解僱公務員 更大幅度削減公共部門的工資及養老金 罷工洗澡、保健服務、航空交通、公共交通、公共服務受到干擾 學校被迫關閉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請求國會通過新的緊縮方案 以促使希臘的國際債權人為希臘撥出去年1590億美元救助款項的下一筆資金 希臘說如果得不到這筆資金的話 希臘將會出現債務違約 第一次表決預定在星期三晚舉行 第二次關於緊縮措施的表決定於星期四 下一支快樂 身有儀想的日子